这是水果手机上面的振动马达 这种振动声音就是由它发出来的 而这个呢,是一块蓝牙工发板 可以连接手机的蓝牙,推动喇叭工作 播放音乐 现在,我把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器件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产生神奇的效果 大家好,我是光头吉典 现在,我用五过这样的水果手机的振动马达 把它全部连起来,引出两个线 接到蓝牙工发板的输出角上面 这个蓝牙工发板呢,接五幅电源供电 因为功率不是特别大 然后蓝牙工发板连接手机 手机不放音乐 再把这件马达按在主面上面,大家听 桌子变成了一个音箱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小盒子上面 放在盒子上面,盒子就变成了音箱 这就是传说中的骨传导音箱 它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今天我就拆解一个这样的马达 给大家看一看里面的结构 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马达可以用来做音箱 先把外壳上面的激光焊点全部打磨掉 这也算是暴力插解 用脚膜机摸的 它的磁力有点强 这里是五组线圈,这一边 下面呢,有六颗强瓷 中间四颗大的,两颗小的 线圈给大家看个特写 在第二个线圈中间 有一颗黑色的芯片 四角芯片,这是一颗护外元件 用来检测磁力的 这五个线圈都是固定不动的 然后就是这边 我们把这边也打磨开 拆解的方式不变 还是用脚膜机磨开之后暴力拆解 这边和前面的是一样的 同一色五个线圈 中间有一个货 大家看啊 这五个线圈是串联的 最边上是一个输入角 下面都是两两相联 最右边上面 这里还有一个输入角 这个马达,两边的线圈是固定不动的 但是中间的强瓷 它是可以往复运动的 当两边的线圈 同有音频心套或者震动心套的时候 中间的强瓷 就在里面产生往复运动 产生震动 从而转变为声音 所以它的原理和我们普通的喇叭 产生声音的原理是一样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做一做这个鼓传导音响 非常简单 只要线不接触 百分之百可以成功 最后我再给大家留一个问题思考 如果我把一个继练器上面的线圈拆下来 然后再把它接在蓝牙板的输出脚上面 那么我这个蓝牙板能不能推动 这个激烈器的线圈 像震动马达一样 形成这个鼓传导音响 欢迎大家留言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加关注 我下期给大家做分享 感谢观看